各位晚安 各位晚安 不夠睡得眼腫了 開車開到三點多 三點半 一直由華盛頓 開上來波士頓 明天去印度 沒什麼所謂 飛機套大把時間補回數 昨天我在車裡也聽到 錢志健講起關於黎智英 剛剛半夜開車的時候 他說半小時前 昨天下午 就聽到黎智英判五年多 這個是必然發生的 沒什麼好評述的 共產黨在它現在的政策 他們覺得整件香港的事情是黎智英搞起的 就是說宋宗 佔中 抗爭 因為蘋果也不在那補 共產黨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找人賴 賴智英 其實我記得那時候佔中的時候 黎智英已經差不多了 基本上都不是指揮的了 只不過是參與的 參與一下那個佔中的提供 根本沒有這樣的指揮 但是共產黨永遠都要找人 覺得他自己造反有頭的嘛 有領袖嘛 現在人家反他就覺得有領袖 一天抓住那個領袖也沒有 希望以為一輩子禁固了他 那他就不出來搞事了 哎呀 比起那些年輕人 他真的比較講講法律 講和平的 將來如果這樣下去 只有武裝抗爭 人家和平抗爭他就不接受 是吧 用報紙 用媒體來抗爭他就不接受 最後得到的結果就是 最終就是用武力抗爭 這個遲早走這條路 當然的 永遠都是的 人家和平得不到的東西就用武力了 這個沒得講的 不是誰錯的問題 這樣判一邊找理由判他 北京呢 雖然就不想跟他釋法的關係 一個外國律師釋法 我就被人走過頭 不過實際這些事情呢 他都可以判而已 照樣搞定了法官就行了 問題是海藤 他們搞不定了法官 所以就想調走了他的律師 看一看吧 今天共產黨的政權 就不變 黎先生都在裡面了 都不會沒什麼機會走出來 等於我們一樣的 如果今天政權不變 我們回香港也不可能的 一樣不一樣的 我們就選擇了在海外抗爭 黎先生就選擇了在香港抗爭 他這件事都是一種很大影響的 是不是? 現在全世界看到香港 看到這樣判黎先生的話 還有判 是不是? 拘留他 非法拘留他 人家那些外國人哪裏還來跟你做生意 黎先生是一個上市公司的主席 你拿他所有的餐益 基本上就沒收了 接著就這樣判他 又不讓他用外國律師 得不到司法公正 你說有沒有人來投資? 那些不可能的 人家外國人 明白普世價值的那些人就覺得 黎先生都得不到保護 為什麼我會得到保護? 如果大家有把官司的時候 或者有什麼大家說不定的時候 你說了 是不是? 法庭都是你控制了 所以這件事情 這邊就要上招商 要人才 那邊就在那裏破壞 所以一隻手和一隻手打 就是這樣 共產黨永遠都是這樣 所以他搞經濟永遠都不行 他不會放棄 政治大於經濟 永遠都是政治行頭 那世人哪一天跟你搞啊 那時候肖建華這樣就拉了回去 他以為肖建華大陸人而已 沒什麼所謂 而且他的錢都在大陸偷回來的 是吧? 或者非法得回來的 我現在抓他回去沒問題 他不明白法律了 這條小子 我講習近平 沒學過法律 他不知道法律下面的個個平等的嘛 你抓得到蕭建華 就是你任何香港人都可以抓的了 你這樣綁架他 你就是任何人都綁架了 所以為什麼那些人出來送中 出來示威呢? 那不想做蕭建華嘛 是這麼簡單的 是吧? 不是保護蕭建華 就是蕭建華那個人身自由 還有那個應該受到的法律保護 是應該跟我們一樣的嘛 他不明白的 他完全不明白 法律下面國人人平等 沒有的 在大陸沒有的 所有的官員 官員的親戚朋友 全部可以開後門的 不講法律的 這個就是中國的 就是我們不要為了黎智英那件事 我們討論很多 沒意思的 任他判的而已嘛 所以Lucy叫我講 我很尊重的 第一 我離開香港的前面 都跟他吃了兩三飯 但是這個沒得說的 你共產黨的事情是沒得說的 這就算小事了 搶賣你財產怎麼辦? 搶賣你老婆怎麼辦? 搶賣你老婆怎麼辦? 然後迫害你又怎麼辦? 你看看法輪功 做哪件事得罪他 你看 活摘器官 死了很多人的 共產黨建國之前和建國之後 一共殺了多少人? 害死了多少人? 二千萬計的 所以判判幾年 實際來說 比起他那些殺人 謀財害命 就是謀財害命 是很小一件事的 當然我也很同情黎智英 而且這個東西影響很甚遠的 尤其是他如果還想和世界做生意 派一些寧波 作為全中國派一些商人出去照商 一邊說照商 這邊就破壞了 香港的法律都保不住了 不要說大陸了 所以這些全部都是 智商矛盾 那些人 為什麼我出來了? 你今時今日要中國的經濟好 很簡單 沒共產黨就好了 鄧小平就懂得說那一塊開放 就是說 我們共產黨那套東西收買了 不要韜光養晦 不要被人看了 不要暫時放在一邊了 是不是? 就是民生 經濟為主 就是一天他不放棄共產主義 現在就不同 不同三四十年前改革開放的初期 現在沒有人相信 你破產了 你名譽破產 政治破產 經濟破產 全部破產 衛生 健康都破產了 這個就是現在實際情況 一窮二白 他們不清楚 還以為很強 習近平去沙特阿拉伯 說 想用人民幣來買石油 這件事實際是老早 沙特阿拉伯已經成了 他老早有協議的了 不過他想盡快實行 他知道自己美金將來會缺 那他買人民幣是怎麼樣的呢? 譬如 我隨便講的數字 買100億石油 用人民幣 沙特阿拉伯 我收到你100億了 那我或者跟你買70億中國的貨 沙特人口不是那麼多 用不了那麼多中國的貨 還有那些人有錢 就不會買那些大陸便宜的 歐洲有很多好東西 他賺這麼多錢 他想買那些大陸便宜的 那兌不夠怎麼辦呢? 這個問題就是兌不夠怎麼辦 就是說沙特阿拉伯手套還拿著人民幣 沒有地方花 怎麼辦呢? 那他就可以跟中共說 中共就擔保他了 你可以 譬如有多久 你可以提出要求 我就換黃金給你 中共過去的50年 就一直都在收 就沒有賣 收黃金 他以千噸黃金計的 有個儲備 黃金儲備以千噸來計的 所以他認真 你相信我啊 你看我有這麼多黃金 如果你要求三個月 你多了人民幣出來 你要求三個月 我就換黃金給你 俄羅斯都是儲了很多很多黃金 俄羅斯是黃金大國來的 中國雖然沒有俄羅斯這麼多 但是都一直採礦 一路開礦 一路就買下面那些紙金 那些公司 你看到的 就不斷在那裡開黃金 不斷政府賣翻 這個政策就是為了將來人民幣 不過這個是形式來的 這個是形式來的 講到最後你不夠 你都要找黃金頂住 實際人家不是信你人民幣 人家是信你的黃金 這些東西譬如長期 五年之後 十年之後 實行了 五年之後 十年之後 那些人覺得人民幣都信得過 是不是 我換了 我真的拿去換記字 換到 是吧 那中共的環境都搞一帶一路 需要很多很多那些項目 那些路啊 橋啊 上水道 下水道 機場啊 高鐵啊 什麼那些 你蓋上它就幫你蓋了 那就等於用這些項目 來還那些油錢 那這個都是一種促進 這個實際就是一帶一路的部分來的 基本上呢 實際不是人民幣 而是大家呢 以貨易貨 那個差額呢 就用黃金打夠 人民幣只不過是表面而已 你叫人家拿著人民幣做儲備 根本就沒有可能的 這個只不過就是做一下樣子 給你一點勉勵 說到最後就是以貨易貨 差額 用黃金打夠 那這樣東西呢 就會做的了 那對美國有沒有影響呢 實際是沒有什麼影響的 是不是那些生意都是大陸做了的 那只不過是不用美金做儲備 用黃金做儲備 實際跟人民幣不是很大關係的 它實際可以記象都可以的 你買那麼多給我 我買那麼多東西 給你的差額用黃黃金打夠 這個實際根本就不需要用人民幣 只不過它又要宣傳一下人民幣是儲備 它就以為非洲國家 第三世界很多國家 就會用人民幣做儲備的發夢了 哪裏可以 有美金有的選擇我用你 沒得想 不用想 就是你那個人民幣根本就是 你的國家不夠強 你的經濟不夠好 你的人民幣的價值 今天你說有而已 明天你的政權被人推翻 習近平被人推翻 中共有什麼意欲 人民幣是誰保護的 它說今天可以說換得黃金 明天不換得怎麼辦 這個就是它這次去沙特阿拉 八十仔在那裡 它成立那個叫金磚 金磚不是四個 原本四個就變成五個 搞了一個新發展銀行 原本就叫金磚銀行 然後你改名 總部在上海 我跟它們都很熟 它們就是實際上推運人民幣 很多國家要開發 要借錢 或者什麼項目 就說好 我借給你 我借人民幣給你 你就來回我們中國 我們就把工程堆出去 給你整個建築的那些人民幣 就知道實際上人民幣為名 實際上它就是一帶一路的那些項目 都是只不過是一個貨幣的叫法而已 實際上人民幣有沒有去到外國流通 根本就沒有 有沒有人在街上拿人民幣來買東西 沒有 俄羅斯現在又迫著 沒有辦法被美國制裁 現在人民幣在俄羅斯街邊 就可以換到勞報的 現在就洗勞報 還有有限的交換 有限的在銀行那裡可以換 當然多的不行 所以蘇聯那些大陸人去到俄羅斯 可以拿人民幣換一些勞報來洗 但是勞報就洗了 待會就換回了 就是勞報本身就是一個 去到外國一個線都不值 只是在俄羅斯可以買東西 俄羅斯原本 我前兩年在俄羅斯 還是那些錢可以隨時換得的 差不多一對七十左右 現在就不是了 現在你拿一大堆勞報去換美金 就換不了了 就沒得換 它不夠了 自己也不夠用 政府也不夠用 很少量就跟你換 現在很多俄羅斯 因為不想參加烏特蘭的戰爭 很多俄羅斯的男人全部走 泰國都走 一路去到泰國 泰國的酒店都包含了 都有很多 不少人有錢的 去到就避開了 普京就玩完了 只不過是幾個月的問題 給它多留幾個月 這個就是去沙地阿拉伯的原因 其它那些合同就失失了 關鍵還是實行了幾年前 他們那個協議 就是要人民買石油 對美國來說一點影響都沒有 完全沒有影響 只不過是名義上而已 如果美國又大量入口 那就是另外一件事 美國根本就是自給自足 這裡我就說回整件事情 就是熱艦明 亨特拜登 整個石油政策 我們第一要搞清楚 美國以前沒有那個熱岩油 熱岩器之前 那些大量的油公司 它就在中東買很多油 油回來 那些石油很賺的 那些地是正常的開發 不是說熱岩油 熱岩氣的正常開發 就是兩分鐘左右的朋友 就是地下飆出來的 根本 滾點水下去地下飆出來的 沒有技術的 轉幾個洞 那路飆飆飆飆了 飆了幾年之後 油井就起了它 然後就轉過那個洞 就是下面是油來的 它們都知道了 全部現在的科技 連衛星都探到 探到油在哪裡 這個就是正常的油來的 那它們的油公司賺很多錢 跟中東的那些加賣 你說60元桶油 兩、三元成本中間 這麼大塊東西 很長時間分 很長時間分 當然了 中東當然拿大狗了 中間有些小狗 不是大家 你一下我一下你 這個就是以前的基礎 誰知道美國發明了 那些熱岩氣的岩油 熱岩氣的碼油是什麼呢 就是油和氣藏在那塊岩石裡面 那些實際是半成熟的油 半成熟的石器 石油 天然氣 那你如果壓迫它的話 你壓迫它的話 它叫做fracking 英文叫fracking 怎麼樣呢 它用一些鵝春石頭下去 然後用很高的水牙 不斷捲它 那石頭碰到一些岩石 就擠了一些油 就擠了一些氣出來 先頭只是擠了一些油 沒有開心的那些油 貴就貴一些 譬如那時候五十塊一碰油 油價起到七十八十 就有錢了 有個去位了 壓壓壓又有氣出來 又有天然氣出來 可以燒得的 那時候就沒有管道 那些油田頭田子間沒有管道 那些氣就沒有壓壓了 有毒的那些氣 就是那些實際就是天然氣來的 如果平時一人吸進去 都是有毒的 一定要燒了它 燒了它 那時候看到的 現在都是 現在德州 接著太平洋那邊的德州 接著墨西哥那邊 新墨西哥那邊也行 它也是 那時候還沒做得切管道 沒辦法儲那些氣 就燒了 所以晚上飛機經過的時候 哇 很光的 因為它火燒在燒 尤其你看到就是這樣 但是現在最近過去那幾年 它就懂得怎麼樣管道 收了它或者壓縮了它 變成一個液體 液體就是LNG 液體天然氣 然後或者它就管駁過來 就一直駁進去整個美國系統 美國的天然氣的管道 是全世界最發達的 最多和最發達的 就變成了天然氣 根本就是免費的 根本就是免費的 就是拿油的時候拿天然氣 但是現在開始的性調轉了 汽車就開始電動車越來越多了 油的需求就越來越少了 反而將來天然氣為主 就是美國發電 天然氣 是吧 家裡除暖 煮菜 天然氣還有很多很多用作 天然氣一樣可以提煉那些石油產品的 天然氣乾淨 燒完之後 當然都有那些二氧化碳那些就給不到 但是燒出來的那些 如果用煤燒出來的那些 裏面有瘤 收塊 瘤 瘤酸 很多其它雜質的 有PM2.5 對肺炎好不好 如果你天然氣燒出來 就沒有這些問題了 現在就變成了自從熱硬氣 熱硬油發生之後 就變成有兩個公元了 熱硬氣 熱硬油有那些中型企業 就是有幾百萬 一千萬美金的人都可以投資 但是那些大的油井呢 講的那些兩元三元的統油呢 只有大的油公司 但是好像特朗普的時代 這些叫的熱硬油都有了差不多十幾二十年了 由開始到美國要發明的 美國的石油那個首都呢 就是少林市呢 就是喉斯頓所有全世界的油的技術 都是在那裡開始的 那幾家大河那些是少林市 所以你們那時候看那些很舊的戲 那家巨人 那出戲叫巨人 就是那些油都會噴出來 那就是德州 那個叫Rock Cousin 那德州就實際上是全世界的石油那裡是最尾的 但是自從有了熱硬氣 熱硬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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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硬油 因為它沒有成熟的石油呢 在石裏 在岩裏面呢 就這些很普通 實際上英國都有 那你當然你這樣逼它的法呢 那有時那個地下一浴呢 有少少地震 就不是很嚴重 那人家開頭那時候說不環保啊 那樣說引起大地震 實際上是小地震 你這樣逼它的話呢 它中間有時候兩個斑塊 決一決這樣 形成那些小型地震 一點都不重要的 那所以呢 這兩派人呢 大的石油公司 和小的熱硬氣 熱硬油的公司呢 就實際上就發生了很大的矛盾 這些這樣的小本生意 就責任之間進入去能源 又有氣 又有油 那麽大公司不是很不值 大公司呢 是洩水的 還有大公司還要百分鐘由中東那邊進來 那整整一下呢 美國的熱硬氣 熱硬油呢 做到美國呢 特朗普的時段呢 已經有多到可以出口了 那那幫石油公司呢 就很不開心 知道他們呢 那個淺土啊 非常之暗淡 因為汽車呢 整整一下 就用電池了 就不需要入燃油 或者入茶油 那他們呢 那時候呢 我記得呢 五年前呢 我去到德州 我跟他們很熟悉的 那他們都沒辦法 迫著沒辦法 他們都想做而硬氣而硬油 就是知道呢 特朗普呢 那時候呢 特朗普呢 就鼓勵這件事 搞到自足 自給自足 但是他們做不到那些小公司 那些小公司呢 很專業的 你是負責轉弓的 我就負責提供那個熱硬裡面的那個 那個壓力機啊 或者那些鵝春啊 然後呢 出道來怎樣 整個東西就是 就是非常組織的 那些小公司的效率非常之高 但是很專業的 那擠了出來之後呢 用火車運走的 火車 通通用火車運走的 因為沒有那些油啊 就用火車運走的 汽車呢 現在逐步逐步形成那些本土網絡 就可以搭進去的那個所謂 小小小處理一下 乾淨一下 今天就可以進去美國整個天然氣網絡 那這件事生意很大 搶了那些大日系的公司 那這件事發生的呢 我就很清楚 很少人說這些東西 拜登 他的石油公司就從拜登 就想他幫回手 因為石油公司開始淪落 就算了 賺不到自己給那些小公司 現在又要搶掉他們的衣服 雖然他們成本貴 但是他們投資少 而且轉彎快 一游就馬上開到 要不然那些大公司 你知道是官僚主義 一個油井 開個油井 由決策一直到造成 分分鐘一整年 人家覺得一個月就已經開始出貨了 所以變成了那些大公司在想另外一套東西 最近你看到 爲什麽拜登這麽幫烏克蘭手 給他這麽多錢跟俄羅斯打呢? 爲什麽亨特拜登和易簡明這麽老友呢? 易簡明是負責石油的 石油天然氣開發的 等於差不多那時候 等於第四桶油 爲什麽拜登一上場就停了那條油管呢? 加拿大那條油管 油沙 那些很稠的油 拿它一路通路去 由喉斯堆去提煉 爲什麽它停了? 我們很多人都不明白 爲什麽 還有那些熱癌氣 熱癌油那些license 它們出牌 又不出牌給它 搞到美國要入口油 入口石油 還要打仗之前 還要跟俄羅斯油 你說這麽可笑 爲什麽呢? 就是整個問題 很多時候我們不是很明白 爲什麽拜登做些事 對美國反而有害呢? 還要跟別人買石油 又不讓自己出口 又不讓自己生產 限制自己出手 限制自己 原來呢 它就跟那些大石油公司勾結了 勾結了 勾結了想怎麽呢? 有幾件大事 我們講大事 小的那些就一步步來 中國是一個非常大的市場 它們美國人想帶進去中國的石油市場 入口油這個 還有很多其他延伸產品 中國的提煉技術很差的 美國的其他延伸技術可以說 那些石油裡面什麽都好東西 全部給它提煉了出來 那麽它想跟中國合作 中國的市場實在太大了 而且它願意讓它在其它海外的石油的資源 跟中國的三同友 或者第四同友 即是華盛 和它合作 很多機會的 和它合作 大家一起開發 而且控制了全世界的能源的供應和市場 所以爲什麽你見到俄羅斯 美國在支持烏蘭圖打普京 要打棲林普普京 全世界最大的供應的能源就是俄羅斯 拜登在在謀 實際就是在謀俄羅斯的能源 將來想和中國合作 它自己又去合作 俄羅斯的資源多到你沒辦法上場 那些成本也低 但那些有差不多兩三元美金一桶 由地下放出來 天然氣下去才不用錢 就是完全可以打低 完全可以打低總統 和打低熱癌氣和熱癌油 他們有一套很大的計劃 你看看亨特拜登又和烏克蘭的氣管那邊做顧問 烏克蘭那家佛里斯蒙 又收俄羅斯那邊已經是那些錢了 爲什麽那些錢不是沒有股股給他的 全部和能源有關 熱甘明也是能源 何志平在非洲 非洲也是在搞能源 你看到整件事就是一個拜登 那拜登 覺得拜登有相當的 做了這麼多一年的參議院 很多小組的組長 拜登有很多 他想拉上我們叫做大石油公司 大的石油公司 那些真是有錢了 美國每個月差不多給100多元手機 但是美國一個人每個星期 就在能源那方面使用超過100美金 100美金 有汽車又有家裡的隧暖 家裡的很多 家裡用很多能源的電費 全部都是能源錢來的 最後都是能源 美國人一個星期每個人 一個星期每個人 一個星期用100美金 我隨便估計一下 都不會差很遠 那變成是大生意的 對每一個人來 你有多少時候每個月 總比他多吃東西 每個人平均花100美金 一個星期 在能源那方面 尤其是入油很厲害 那這個全世界最大的生意 不是蘋果 也不是大哥大的營運商 是石油公司 我現在差不多這幾天 我在美國每天都入了一次油 每天都有限地都60美金 我拿得很厲害 我又去特朗普 又拿去紐約 北邊 接著又拿回華盛頓 華盛頓又拿回上來 現在去波士頓 這幾天而已 過去那5天 全部 會 inner香港 利用耶利用的油 看著的 每天 每天差不多 每天都入一次 差不多入一次了 這些就是錢來的 美國人上班 每個人都有些 雜誌一半小時 他們的家人 基本上呢 出場街 去店頭買東西 送小孩回學 用油 開車就太普遍了 這個能源實際是美國全世界人的經濟 命脈很重要 中國也是 你不要以為是鐵路 鐵路運東西很少 中國的鐵路主要是在運煤 北方運煤下來南方燒 中國的貨物的運輸 主要是卡車 我經常都在中國的高速公路上開 私家車很少 小家車不多 最大的就是跟美國一樣 大的卡車 很多輪的 它那些去到 說大陸那些卡車 去到100噸 蘋果100噸 美國的規定每一個貨櫃只有20噸 所以美國的路就保養得好 中國的路要特別處理 因為重 壓壞那些路 燈一下燈一下就壞了 所以能源是很關鍵 全世界現在發電都是 好 越來越多用天氣發電 乾淨 又乾淨 你看到德國也是 所以這個能源對全世界 我們香港人就對能源不是很熟 但是能源是最大的產品 變成拜登在讀 怎樣跟美國的石油公司 以在一個中央的石油公司 而且是他們的 其實這些金融都在為了 像通過一般的石油公司 就是他們的石油公司 德州 他們叫Midland,Texas 我差不多在80年代的時候我就去他們家 就看他們知道 他們西布什 還有他後面那幫人 Jimney那幫人 全部是社友邦 他的律師叫做Baker Jim Baker 幫他爭取最後那幾張票 讓他當選總統 全部是社友邦 當日金曼迪就是給他們搞定的 他們社友邦的勢力很厲害 拜登就和他們社友邦在合作著 引入華信 希望中國和美國的能源可以合作 還有他想謀了俄羅斯的能源 俄羅斯出之要打到普京下來之後呢 他們想瓜分美國 美國公司 想瓜分 那時候俄羅斯解體的時候 美國人進去了 就找了幾個那些大商人 那些佔了國家的合作 怎料你普京進來呢 全部受歸國人 說你那幫人是貪污的 根本你不是 沒有給錢 不斷就霸佔了國家的能源資源 所以美國人很討厭他 因為那時候看著 快要吃到的東西 比他的鞋子 比亞普京拿走 有幾個做石油的 還坐牢了 有個余布朗斯基 最近才放出來 現在在英國 所以呢 中東不是問題 中東主要看著中共 中共就在中東 都幾大影響來 在伊拉哈的地方全部都有 伊拉哈 沙比阿拉伯 伊朗 那中東呢 中國控制得到 控制得到 而且他們 願意收入人民幣 起碼表面上 但是呢 最大的救資源呢 還在俄羅斯下 美國的石油公司 透過拜登在謀他們 在謀他們 這個現在整個大形勢 因為這些這樣的油呢 正式是油成本便宜 將來不是說沒用 我們現在的生活中 任何的化學東西 塑膠也好 什麼東西也好 全部跟石油有關 連那些油漆也好 都跟石油有關 沒有一樣 油漆也好 肥料也好 擦蟲水也好 沒有一樣 洗潔精也好 跟石油無關 所以我覺得就現在 現在他們有這個陰謀 這個很大的大問題 我講出來不是陰謀 而且很多人報紙不敢登 但是這件事 為什麼我們說 為什麼亨特拜登這件事 為什麼習近平 就知道這件事大事 習近平在後面主持 在華盛後面 馬上就刪了華盛 馬上就讓易革命失蹤 就是這個石油 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套 暗中的計劃 就是習近平和拜登兩個人 是一種合作來的 是想控制全世界的能源 透過美國的油公司 這個實際就是報警 好嗎? Lucy 可不可以說? 袁白 你可不可以說一下 現在大陸的國勢? 現在習近平動態青年都大轉向 現在袁白剛才也提到 中國那些企業 不斷走團去外國 想搶 訂單 但是搶不到 其實現在為什麼這麼快就這樣轉身呢? 現在大陸的國勢究竟是怎麼樣? 如果習近平他轉了身之後 這個防疫動態青年的政策 是習近平親自指揮 親自姦多的 他自己打倒了一些 他搞我了 他不就要撿回來 他又不給權利克強 他自己當然是負責要搞定了 整件事都是他搞我的 過去40年中國的經濟 被他一個人全部破壞了 包括香港 是不是? 包括香港 包括澳門 慘不引導 你想想 你看澳門 哪裏就是他們賭錢 香港 哪裏就是他們做資本市場 金融中心的 全部都玩完了 不用看的了 就是 你說股票升幾點 又說恢復哪裏這麼簡單 這些是表面的 正式的話 你看看什麼幾個IPO 有什麼債發出來 這些是大事 所以玩完了 整個中國現在經濟是玩完了 問題呢 如果現在在最慘的 就是一事無成 習近平你舉不到一個例子 他做的事是可以說不要說 即是說合格都沒有合格了 你想想 記不記得在北京又要搞股票市場 你現在還有沒有聽到什麼洪安中心 上海那個所謂澳東 澳東開發區 香港也是 最少有個國安法 哪一樣東西是不合格的 所以那個經濟已經散光了 而且沒有得好回來 最近這個疫情這樣搞 整個國家亂了 根本沒有得好回來 沒有得恢復 派幾個人出去訂單 只包幾架飛機出去訂單 這些完全是表面的東西來的 基本出了大問題 基本出了大問題 國庫空了 國庫又空了 美國不會給你的 你將來沒有晶片 你都不用搞工業 什麼都不用搞 只是晶片這件事 現在原本就想著做一些貪心的商人 或者貪心的國家會去幫他的 現在那些國家都不用了 好像出資荷蘭 荷蘭原本就說 很想賣一些設備給他 到了最後 都是聽美國話 沒得談 荷蘭 韓國 日本 完全沒得談 那些商人當然想做一些生意 是吧 現在價錢也好 但是沒有辦法的 沒有得給他 現在美國的政策下來了 就是要自舉於四地 口頭就說是競爭者 實際就是玩完你 玩到你破產 美國現在就要玩到你破產 然後呢 以後你就聽話 我沒有辦法亂來 這個很明顯的了 所以做什麼都沒有用 香港也是做什麼都沒有用 不要浪費氣了 你們說做時事評論都不要浪費氣了 這些全部很明顯就是美國要鬥到的破產為止 還有什麼呢 嗯 我看到香港的運輸署啊 就是獅子山隧道 神門隧道 那個想推那個不停車就是交費啊 就是因為沒有晶片 現在都做不到啊 現在 哦 都不是很難的 其實這個晶片不需要太多的嘛 原來有很多的 這個不需要那麼多晶片這麼少的晶片都搞不定的嗎? 不關於晶片的事 根本 就是現在我們都有的 我們香港過海的時候 過海隧道的時候有那個東西是自動的嘛 不用停的嘛 它只不過要求多些人不要經常都停下來給錢 那裡塞住所有的隧道 多餘的 你根本應該百分之一百逼他們用那個什麼 那個貼在那個玻璃那裡的東西嘛 我們近來香港有一天都用了幾十年了 只不過是不夠普及 就浪費了很多時間在那裡排隊給錢的嘛 應該全部取消了 全部都是汽車國 有這些晶片 大家都可以做的 不是很難做的 這隻晶片 而且買這些這樣的晶片呢 外國不會禁香港買的 這個不是很高級的晶片 很普通的晶片 那習近平他這個政策就錯了了 現在袁白曉講的經濟都搞不定的了 那現在習近平這個政策會不會引致 更加黨內的勢力 更加多的反對 習近平衝突 很明顯 我就看不到它 但是現在這樣的疫情爆炸 現在真的是海嘯來的 這樣下去呢 那些人民 那些黨員 那些醫生 那些護士 就是那種慘法 那些壓力大法 整個國家都亂了 現在到3月 都是冬天嘛 還要過年嘛 過年人們又聚一聚 又惹得更厲害 一月底過年嘛 那你到了3月開兩會的時候 人家對習近平那個憤怒 我就看不到 你有多少刀把 紙槍幹紙 或者叫做筆幹紙 或者是寫的 你感不到啊 現在 就是二千匹 年齡又聚了 年齡又聚了 雨坦 就是 如果你說有1%的人 他可以這樣做 像香港那樣 拿一批人嚇壓你 但是現在全中國 有錢人 沒錢人 做官也好 做什麼 全部被這個精靈搞到 而且爆發 現在 現在這個Omicron爆發 所以根本就沒有 神仙都能夠 可以這麼說 到明年3月 我兩會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他怎麼過 怎麼做 怎麼有可能給他連任 或者給他交接 就是他來接管政府 是不是 他是黨來接管政府 怎麼交接 我看不到 我覺得他那裡 根本是過不了那關 那現在是不是共產黨滅亡 要解體 這個前期 是不是 那個是習近平滅亡 共產黨滅亡呢 就是另外一件事 兩件事來的 分兩級 就是習近平被人換了 雖然他二十大選了 但是現在這件事太大了 這件事這個爆發 這個疫情的爆發 現在大陸現在在爆發 每天在說兩三百萬人 不是說玩的 香港現在都差不多一萬多 是不是今天 香港差不多每天一萬多 那些數字很大 所以一到三月 三月的關係還是挺冷的 還是已經整個中國人的所謂健康 是坦了 因為他們原本就沒有這麼大的事 他們就即賣了 我們的拉牆 我們從2020年開始 一直到現在 一直在這裡 不斷地共存 接著中了一些就康復了 那些人就變成有抵抗了 又有人打疫苗 我們不斷在這裡 拿這個所謂痛 就拉長了 他就不是啊 一直到現在 今年 實際是差不多六個月前 才開始爆發 一路按一按 用清零的辦法 用隔離啊 用這些辦法來按 按到現在 砰 一聲爆發 就等於那個壓力鍋那樣 一路都不給他 那些壓力不斷增加 你就死都不放 但是我們就不是啊 全世界那些人 不斷在這裡放緊 慢慢放 變成長痛 他就變成短痛 而且不是短痛 爆炸性的痛 很大問題的 就是我們不在裡面 在裡面的人就知道 我打電話問 慘得沒話說 每天都只是在藥房 診所 所有的子東藥都買了 整個中國不夠工 人家拿多買多點放在家 又不是買不起 是不是 拿幾百塊出來買子東藥 那你就買完了 哪有這麼多啊 一時三刻怎麼做這麼多子東藥 只是搶子東藥 都變成了大禍 嗯